好,這是關於Linear Programming的題目 現在一間公司有兩間廠A和B 廠A和B最多都是14噸目和10噸目的分別 現在有9噸目來自地區M,12噸目來自地區N 現在就說運去不同的地區,運去不同的廠,價錢有分別 由地區M運去廠A是$56 由地區M運去廠B是$40 由地區N運去廠A是$72 由地區N運去廠B是$48 每個都是2噸計 現在有X噸就是運去M 還有Y噸來自N的就運去廠A 問題是有多少運去廠B 既然廠A最多都是9噸來自地區M 就是9,0噸就運去廠B 而這裏有12噸是來自N的 有Y噸来自A 即12,0噸去B 所以你可以用來設定 这两个,x加y,小个等于14 然后这两个,9-x加12-y,小个等于10 最多是10 然后,x和y要大个等于0 另外,就要留意,x和y不一定是整数 因为这个是说几多吨 所以可以是少数 因此,你就不需要加那句,x和y是Imager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 x就是0到9之间 y就是0到12之间 而运去厂A,最多是14吨 而这个,9-x加12-y,就是剩下的货要运去厂B 所以可以出现这个限制 要化减了它,OK 到B,那就画出一个图 其实要做的就是,将这四条线画出来 然后刮回適当的阴间面积 看看,答案就是这样 现在,x大过0,和小过9 这条线,y大过0,小过12 即是在这个长方形里面 x加y要是等于10 和x加y等于14 这条线画 要大过10,和小过14 之后,只剩下这个五边形 这个五边形出来 这个灰色的地方就是阴影面积 而且记得要写一些equation 找一些双交点 写一些双交的位置 好,那你说要不需要找到这么多点 其实就不用 因为你要看PACC做些什么 PACC就是找到最便宜的运送费用 其实你只要把这些数字 乘起就可以了 怎样做法呢 其实你只要把四个成本 加起就可以了 OK 56x加40乘9-x 其实只是看这些标题 56x加40乘9-x 加712乘9-y 再加48乘9-y 这些四笔价钱都加起了 那你就会计得到就是这个 16x加24y加9-836 好了,问题就来了 我要画的是这条线 最初是画16x加24y等于k 这样 24y 但你发觉这条线是较乱一点的 k当然是任你选择 你选择0的话就没有着数 因为你只有positiv的access 所以你不会选择0 那你就去想一个数字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16和24除了HCF 就变成2x加3y 等于另一个数字叫r 这样才算 那这个r通常你会选什么呢 就是选择2和3的LCM 即是6 那有什么好处呢 你选择2x加3等于6 这条线就很容易画 那你就立即有两个intercepts 就是x是3 y是2 那你一画就画了这条半虚线 然后你就推了 推到两端 一端就刚刚都能拆到灰色 region 然后继续向上推 然后拆到第二点 就是刚刚好就离开灰色 region 这两点你就要记住座表 分别就是91和22 然后代替那个功能C 就计算 两个C分别是1,256和1,104 所以最低成本就是1,104 当你的x是9 y是1的时候 其实只是看这条线 有同学会用另一个方法 去计算 当然都可以 不过烦一点 用推线的方法就是方便一点 好 谢谢